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兩地的看法就有這些不同 你好, 你也去過天津很多次了 那麼天津給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麼呢 最深刻的印象 給我其實天津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不過給我最深刻印象就是天津人 因為他們本身很有意思 也很有幽默感 我最喜歡就是天津人說天津話 很有趣, 我說了一句 就是就是天津最好的報紙 說得還不錯 不如今天我們就聊聊方言吧 你好, 其實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 他們很有同感, 特別愛聽天津方言 每當聽到天津特別有特色的語言之後 就會覺得彷彿到了天津最熱鬧的地方 感受到了天津人過玩瓢瓶 家常裡頭的生活 對, 所謂的方言 和每個地方都有它們的特色的方言 香港也好, 天津也好 都有它們本地的特色 你知道我們天津最有特色的方言是什麼嗎 什麼 有一個詞, 叫 疊兒 疊兒 就是說很有趣的意思 沒錯 如果你在外面聽到有人說 這件事真疊兒, 這個東西真疊兒 你馬上就可以判斷, 它一定來自天津 它是個地道的天津人 那, 隔 我們的節目很隔, 可以吧 可以, 活學活用, 挺好 總是很聰明 接下來再教你一個詞吧 叫, 得冷 就是說, 天津人特有的一個方言 意思是收拾 修理的意思 比方說我們洗魚要做菜嘛 要做魚 我們就可以說, 得冷得冷這條魚 如果家裡的車壞了 我們也可以說, 我正在得冷我的車 那如果杜挺豪不好好錄節目的話 馬上就會說了 杜挺豪, 我要得冷得冷你 好, 今天晚上我們的節目 完了之後, 你可以到我家 得了得了, 我就要唱好了 你家穿著壞了 對 好, 其實我們天津方言 講究的是嘎嘣脆 每一句話說出來, 都要有驚喜神 剛才我們聊了這麼多天津方言 好, 接下來跟我們說一說 粵語中有特色的語言 好, 我可以教你幾句 本地的粵語 也好, 好嗎 好, 拜拜 我教你一句話 第一句話就叫做 哭泡 哭泡, 什麼意思 哭泡的意思 很多時候就會用在男女朋友之間 例如男朋友激怒了女朋友 他就會跟朋友說 糟了, 我今晚要跟女朋友哭泡 就是說我要哄女朋友 所以我經常看到杜挺豪 拿著電話和他的女朋友 對, 要介紹大家我的秘密 好, 教你第二個詞, 好嗎 第二個詞就叫做補鑊 補鑊 補鑊的意思就是一個鑊穿了洞 你快去找一些東西補回去 意思就是例如在辦公室的時候 可能你要打一件文件 但你打錯了 老闆就快回到公司了 你便打錯了 有一個同事去幫你打一份完整的 在老闆還沒回來之前 他就要給老闆看到 這就叫補鑊 真的很生動 我覺得其實很多鮮活的語言 正是包含在方言裡 對, 其實每個地方 都有他們不同的方言 只要大家細心留意一下 會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會發現 確實這樣, 我覺得方言 不光是包含了一方的文明 甚至包含了人情世故, 人生很暖 對 中國人愛石頭, 從古至今 關於石頭不知道寫過多少詩 演繹過多少故事 石頭形成他獨有的文化現象 在天津, 就有一條旗石文化長廊 還有一班愛石頭的人 旗石文化長廊不大 位於鬧時卻自成一格 原子類, 綠樹掩影, 充滿雅趣 可以說這裡匯集了 天津石頭之源的精華